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WIGFAM 外国电台特别专栏节目 7分钟脱离尾嘻哈 我是你们的MC范范 那么在上两期的节目里呢 我们非常简要的向大家介绍了来自于重庆的Gush唱牌 那么今天呢 顺理成章 说完重庆 接下来要说的肯定就是来自于成都的CDC说唱会馆了 那会馆的这个概念啊 其实是在2008年初步成型的 至今呢 也多次举办和承办音乐派对 专业演出 商业演出等等 但要说正式成立的话 其实就和重庆的Gush一样 也是在2012年 集结了成都本土很多优秀的权威的全职说唱歌手和制作人 以此呢 成立了CDC说唱会馆 那个人觉得CDC说唱会馆 其实可能算是国内风格规划最为明确 最超级的一个唱牌了 因为从最早的时候开始啊 就紧跟潮流 开始大规模做Trap音乐的 在国内KHOP圈子里 CDC说唱会馆基本上是领先一年的理念 那包括后来在YouTube上注册频道 还有兄弟的Main in China 爆火YouTube 和Kit Ape的合作单曲 WeChat在YouTube上获得超过350万的观看次数 这些呢 都无疑让CDC说唱会馆成为了国内众多厂牌中的领先者 那至少从规划和方向来看 CDC说唱会馆是非常清晰的那一个了 那么在我们提到CDC说唱会馆的时候 不得不提的依旧是他们的核心人物 那个站在央视舞台都敢唱老子明天不上班的男人谢蒂 谢蒂本名蔡正宏 你也可以叫他谢老板 1989年11月6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 谢蒂的成名对于很多人来说 就是他在2014年参加的中国好歌曲 当时的那一首老子明天不上班 不管你看没看过节目 你可能都会黑上那么一两句 那谢蒂在我心里啊 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技巧性的rapper 对此剧在伴奏里的落脚点的掌控 语气的控制 flo的复杂程度 谢蒂可以说是超一流的 那再加上他入行早 做的又好 兄弟还多 那歌词深度不说超一流 起码也是做出了挺高的质量 一首Rap God的Remix版本 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实力 那不过呢 知道的人应该都知道 可能是因为严打嘻哈的原因 也可能是因为嘻哈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我们的谢老板 在去年的时候就因为一首 刮老外而被敬演一年 那具体事件呢 我也不在这重复描述了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网上八卦一下 那当然 今年九月解决之后 我也是非常忌惮 能在我的城市里看到谢老板 谢蒂的演出 跟我一样 你爱吃就吃 不吃就走 你爱听就听 不听你臭 活得很洒脱黄金 太胖的叫胖儿 太瘦的叫干戏 那汉贵的偶像开眼上会出了门 门口都全都是穿水 盖上的气氛都非常地热闹 和冷清他从来不在边 在机的车流中 都可以看得到 有人发光搞得Deader 这才是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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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成都 这才是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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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成都 那么除了谢蒂之外 CDC说上会馆 在这两年里最春风得意 最能够呼风唤雨的 肯定就是海尔兄弟了 挚爱Bonebag的马思维 Keep Dirty Dirty的Dizzy 押运轰炸机的Side P 和Battle之王的Metal 组成了Higher Brothers 2015年12月1日 Higher Brothers发布海尔兄弟 标志着团队正式成立 那当然这也可能是当前中国乃至全亚洲最火的嘻哈团体了 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那样 那首Mate in China真的是让Higher Brothers火遍了整个YouTube 点击量呢也是高的吓人 那在Higher Brothers这个四人组里 马思维可以说是其中的灵魂人物了 但他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啊 是个beat maker 后来觉得别人唱不好他的beat 就干脆自己来唱成了rapper 那早期的劳山道士 姚明 Flubber In Your Ear Remix 都是非常old school 并且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所以到今天为止啊 也仍然有人因为马思维 放弃old school 致力于Trap而诟病于他 但事实证明 专做Trap成立Higher Brothers 这条路从今天来看完完全全就是正确的 只不过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 所以啊大家其实也没有必要太较真了嘛 要学生仙 加合飞天点 是成精妙不可言 要学生仙 加合飞天点 是成精妙不可言 要到老山去学现 一定要到老山去学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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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仙转成天看 像个科学家在捉摸 谁他妈在乎事情里面怎么做 扑送林子林先聊才知已成变 四次举人考试若晚七十二岁才是谢 我的 flow是谢书让他们都羡慕我 把所有认知跌幅开办亚运研究所 被指望停赴 靠谁帮助自己寻找线索 让自己经历丰富机会抓住瞄准开火 就像是中国传统山水跨的风景 但零也游山玩水 展示我独特个性 去感受身体也得反应 知道你如此感性 当妖狐不能见识还有音乐治疗 GV is best vocal best MC 请不自禁拿上即可换我Rap CD 别坏了规矩先并非对错 怎么玩的陪你 I show you hardcore 要学神仙 假贺飞天 电视成精妙不可言 要学神仙 假贺飞天 电视成精妙不可言 要到老山去学现 一定要到老山去学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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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呢 这首来自于马思维的 劳山道士还是要送给你们 我希望Hire Brothers 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也希望马思维 能够把自己选择的 Trap发扬光大 好了 那么今天这一期的 七分钟脱离微嘻哈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 或是留言 告诉我你想说的 你想听的 好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要学神仙 假贺飞天 电视成精妙不可言 要学神仙 假贺飞天 电视成精妙不可言 要到老山去学现 一定要到老山去学现 要到老山去学现 一定要到老山去学现 Hire Brothers 要想求仙术 哪能怕吃苦啊 这一期的Wiggle Rap到这里 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或者建议 一定要在评论区 留下你宝贵的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们 Wiggle Rap这档节目 希望你可以帮我们 把节目分享出去 让更多喜欢HIPHOP的人 听到我们的声音 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手 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也许下一期的节目 就是你喜欢的歌手哦